这个男孩正在驱赶绵羊 狗狗则不停地吼叫 帮他呐喊助威 突然狗狗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脸色瞬间凝固 浑身颤抖 不断后退 男孩大吃一惊 一向胆大的狗狗 怎么突然躲到自己脚下 还瑟瑟发抖 男孩很好奇 他顺着狗狗的视线回头看去 立马被吓得哑妈呆住了 天哪 一头机长落落的黑熊 眼冒凶光 正缓缓地向他走来 男孩被吓得瘫倒在地 狗狗咬住他的衣服 拼命往后转 可是城里来的男孩 哪见过这场面 早就两腿发软 根本站不起来 黑熊慢慢逼近 男孩已经闻到了 他嘴里的腥臭味 他想跑 跑不动 想哭 又哭不出来 只能闭上眼睛等死 突然一道金色闪电划过 把黑熊重重扑倒在地 不停地撕咬他 黑熊自知不敌 拼命正脱落荒而逃 男孩睁开眼睛 自己竟然毫发无伤 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却发现 自己的救命恩人 已经跑远了 晚上吃饭时 男孩想跟爸爸 分享今天的奇遇 可刚开口 爸爸就打断了他 爸爸说 明天要去很远的地方出诊 让男孩自己守家 好好放羊 男孩有些生气 自从城里的妈妈去世 爸爸就一直对他不冷不热 男孩越想越气 只能大口撕咬牛肉干泄愤 第二天 男孩独自到 昨天的山坡上放羊 他躺在草地上 脑袋里想的 全是那只金色的藏鸥 不过 想了半天 并没有什么头绪 天色不早了 一群羊就剩四只了 男孩急得满头大汗 爸爸给人看病 从来不收钱 这些羊 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要是丢了 爸爸肯定会把他揍死 男孩找了一圈 但空旷的草原上 根本没有羊的影子 不要 就在他绝望之际 远处的山坡上传来动静 男孩扭头一看 羊竟然跑回来了 他长舒一口气 然而 羊虽然回来了 可后面还跟着一群狼呢 凶狠的狼群 看不上瘦弱的男孩 他们认转小羊 一扑一个转 男孩看着小羊接连倒下 心疼极了 他搬起一块石头 奋力朝野狼扔去 没想到 这个举动激怒了狼群 男孩感觉大势不妙 转身就跑 可两条腿 怎么可能跑得过四条腿 野狼张开血盆大口 扑了过来 突然 白色脏骚救下男孩 与此同时 脏骚大队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各个威武雄装 面对野狼毫无聚色 纷纷冲进狼群 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黑色敖王更是一一敌二 轻轻松松 就把领头的两只野狼 揍得屁股尿流 狼群大势一去 只能落花而逃 然而 狼群虽然被击退 可脏骚们并没有离开 他们聚在一起 冲着山头狂吹 如临大敌 山头上 金色脏骚固傲的身影 正闪闪发光 他对敖群的威胁视而不见 自信十足 随时准备迎接战斗 这时 一旁的慕名皱眉 他先是派出诱护法 试试金色脏骚够不够资格 诱护法绕到金敖身后 看准时机 先下手为强 没想到 金敖早有准备 他扭身闪躲 然后马上反击 一口咬住对手的爪子 对手疼得不行 只能赶紧认输 轻松击败诱护法 金敖战意昂扬 他再次长笑 冲敖王宣战 不料 一旁的白敖忍不住了 主动出击 他快步走到金敖面前 准备以命相搏 一口咬在金敖腿上 金敖有些生气 你能让着你 怎么还越打越来劲呢 他一招兔子登阴 轻松踹飞白敖 可是 这时的白敖已经杀红了眼 他趁金敖不备 再次猛扑 与金敖纠缠着滚下山坡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两只敖犬已经双双滚落悬崖 重重地砸在地上 一动不动